今天您不能不知道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继防疫松绑之后不少人现在很关心 边境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解封 什么时候才能够出国去玩呢 指挥中心规划首播解封的对象 是从商务旅客开始放行 入境者必须要持有PCR阴性检验报告 就能够把居家检疫的时间 从现在的14天缩短到至少5天 之后要再自备做一次裁剪 检验阴性之后 就可以进行自主健康管理了 不过出国旅游的部分还是不会解禁 国内也有医生发文警告大家 国际间的疫情现在仍然是非常的严重 现在台湾只要一松绑边境 结局就是疫情全面爆发 经济全面崩坏 国际旅游在几年之内 都没有办法恢复正常 所以呼吁国人再忍忍吧 边境松绑过来从上普山一庆 才能入境 首播锁定 从商务人士开始放行 指揮中心规划 先把澳洲 纽西兰 越南 汶莱等确诊病例数较低的国家 列为考虑名单 这些国家的商务人士 在入境时 只要提供近期PCR 阴性证明 就像检疫天数 就可以从现行的14天 缩短成至少5天 接着要再次被筛检 确认是阴性才能放行 但还是要自主健康管理 从入境日算起 得满21天 纽西兰跟澳洲不是说 他们要开始做triple bubble 他们也是要9月才开始 跟国外的洽谈 并不是一触可击 但如果待在台湾不到14天 就要出境的话 得再做第二次裁剪 一样是阴性才能离境 主要是还在潜伏期内 如果真有感染 就能及早匡列在台的接触者 同时要避免台湾被冤枉 当作病毒输出国 但民众想要出国旅游 短期内还没办法 国内医师强调 国际疫情仍然严重 国际旅游在这几年内 是无法恢复了 现在在台湾 假日可以到各地旅游 已经要感恩 一旦松绑边境 结果就是疫情爆发 经济全面崩坏 其实有朋友问我 患者有稍微提 只要踏出台湾 你去看世界上 因为国家其实都还在深受疫情的打击 消防部也要求观光局 评估出团禁令 是否从6月底继续延到暑假 预计月中就能对外公布 边境延管持续守住防疫战果 就有点文明事 台湾报道